建设部发改委等九部门昨天联合发布 联租住房保障办法并决定于12月1号起正式实施 办法进一步明确 联租住房的保障对象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保障方式为货币补贴和食物配租相结合 主要通过发放租赁补贴的方式来解决 根据办法 联租住房紧缺的城市可以通过新建和收购等方式增加食物配租的房源 但新建联租住房单套建筑面积 需控制在50平方米以内 成租者不得将联租住房转借转租或改变用途 为解决联租住房保障资金不足的问题 办法提出了五条资金来源渠道 其中规定政府土地出让净收益 必须安排10%以上作为联租住房保障资金 这比去年相关规定提出的5%提高了一倍 据统计截至今年10月 全国656个城市基本建立了联租住房制度 其中上海已有28000户困难家庭 享受到了联租房政策的优惠 近期上海市政府又出资20亿元 收购了50万平方米联租房 主要是建筑面积40到50平方米的小房型住宅 据透露上海市人大目前正考虑 建立联租住房监督机制 确保政府通过多种渠道筹措的资金 专款专用专户运作 记者黄征报道